哎 气死我了 这两天我的手机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差 拿了两千块钱 玩两把就没了 你说这家里边值钱的都被我卖出去了 该卖的都卖了 也没钱了 这可怎么办呀 回去再看看吧 竹竹 竹竹 妈 你回来了 是啊 我这饭做好了我就给你端去啊 做好饭了 妈 今天做到你最爱吃的 行 这做的咸面汤呀 闺女 你带这个镯子那么漂亮是真的是假的呀 妈 当然是真的了 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 你男朋友送给你的 来 让妈带上试试好看不好看 妈 你不适合 我就试一下 来拿下来 来 拿料 我带带试试 你别弄坏了 你还别说 这还挺漂亮的 初初啊 你先吃饭嘛 妈 妈 怎么这样 肯定又要拿出钱卖了 喂 哥 你快回来 妈 这打个打牌 打个圣瘾 把家里能卖的都给卖了 现在 一拖着我的手劲跑了 行 你快点回来 这我妈 怎么这样 你这老太婆 你快点 你家在哪呢 我家在前面 前面 在前面磨叽什么 走啊快点 走快点 这就是你家是吧 啊 何人拿钱去 小雨 跟你说实话 我家实在没钱了 你再宽限我几天好不好 宽限你几天 你老太婆 我都快点你几天了 啊 你今天推明天 明天推后天的 我需要快点你多长时间了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 我告诉你 我不管 今天必须把钱给我 小雨 你也知道 我们家 该卖的 值钱的都卖了 再等几天 我肯定还给你 该卖的都卖了 啊 你知道都卖了 你还大什么麻将啊 啊 家里边都没什么钱了 你还借我的钱干嘛 你拿什么还我 你等我 把房子卖了呀 卖掉 我还给你行吗 你还卖房子 你看你这房子 啊 碰成这个样了 能值几个钱 你知道你欠我多少钱吗 十万 整整十万 你说说你啊 打了说输了打 你还在借我的钱 你老太婆 你怎么想的 啊 我跟你说 废话呢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赶紧今天 把钱给我 今天 我真的给你拿不到钱 你要这样逼我的话 钱 我就不还给你了 哎呦 你老太婆 咋本事了是吧 欠我的钱 还敢说不还给我了 啊 你是谁啊 干嘛打我妈 妈 到底怎么了 妈 你没事吧 姑娘 她是要账的 妈 你就是要打赔 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我说你 这欠赠就欠赠 你也不是动手吧 你个小丫头片子 你懂什么你 你知道欠多少钱吗 十万 整整十万 妈 你能还得起吗 我跟你说 今天呢 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 什么 十万 妈 你怎么签那么多钱呀 这我们可拿什么还 家里值钱的 能卖的都被你卖了 妈北来 想把本盐牢过来 谁知道 越老越大 周大哥 这样吧 你再快些我们几天 这几天啊 我想办法把钱给你凑出来 凑出来 凑出来 你可知道十万块钱啊 这几天 你能凑出来吗 我这样 倒是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啊 老婆子 你看看 你这个闺女 长得挺漂亮 要不 让她 陪我一段时间 这个钱呀 就算了 等我什么时候烦了 我来把你闺女给你送过来 你小的美 瞎说什么呢 你这人 怎么这样的 四羊太龌龊了吧 龌龊是吧 那行 那还钱 老太婆 你可别忘了 是十万 你家 上海洞这么多钱去 你再想想 你这儿是个闺女 将来是要嫁人的 跟着我 我只要她一段时间 我又不娶她 那将来我烦了 再把她还给你们 知道要嫁人吗 混蛋 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你滚 我滚 老太婆 我给你两天时间 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好了 给我打电话 我过来 接你女儿 妈 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 你说你怎么欠谁的钱 不好欠她的钱 妈 也是打牌打上瘾了 初初 这个怎么办呀 你先别急 我跟我哥啊 已经打过电话了 她应该再回来的路上了 这妹妹给我打电话呀 说家出事了 挺急的 这说我妈又打牌了 这我妈是怎么回事啊 说多少次了还是不听 不行啊 我赶紧回家看看去 初初 我看你哥回来呀 他也没有钱 其实 那小伙子 也长得挺帅的 妈 你说什么呢 就他俩人渣 找他赛事有什么用啊 我跟你说啊 妈 你可不要打什么外主意 我肯定不会给他走的 初初 最起码 那十万块钱 妈不用还了 妈 你就为了还你的赌债 要把你女儿给卖了是吗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初初 这妈不是没办法了吗 哥 你可回来了 妈 你们说的呀 我都听到的 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啊 挺不错的 什么呀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妹妹 人家说了 让你去啊 就去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对你又没什么损失 保强 你也同意了 那这样 妈 去给你做饭 行 妈 你先去做饭吧 还有心思吃饭呢 初初啊 妈 我跟你说 等会啊 要是有人来要账的时候 你啊 不要出来 躲到屋子里 或者躲得越远越好 那行保强 我啊 就去你二十家 跑远一点 那行 那到时会我不叫你 你都先别回来 今天没有 那好保强 这事啊 就交给你了 行了你先过去吧 哎呀 我妈 我妈是不是欠你钱呢 你妈 哦 你说是这家那个老太婆是吧 对啊 她就是欠我钱 今天啊 我过来 哎 要不这样吧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去啊 把它打扮漂亮亮亮的 你看怎么样 我在这儿等一会儿 没事 你放心很快的 那行那你去吧 等着啊 你还别说 这小子 还挺实实物的 还知道 把他妹妹给 打扮得漂亮点 那行 我去等一会儿 啊 这怎么这么长时间 哎 别说挺实实物 还给我 这还给我准备好了 挺好 走吧 跟我回家吧 走吧 你看还不好意思呢 来来来 先请你头巾 让我看一眼 来来来来 别害羞啊 不要看 那行 那直接咱回家吧 回家再看 走吧 你看看 这 这手 就你这种人 还想娶我妹妹 你造梦吧你 你小子 你搞什么你 我说我娶你妹妹了吗 啊 只是陪我一段时间而已 我跟你说 赶紧快点回屋 把你妹妹给我喊过来 你小子 还在打我 别忘了 你们是欠我的钱 我是干什么的 小心点 你还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告诉你 你别威胁我 你啊 咱们说的话 我已经电话录音了 你等着吃官司吧你 好小子 你还敢跟我来这一套 行 你有种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给我等着 等着 等着就等着 谁怕谁啊 就你这样的地皮屋 我告诉你 是他会有警察收拾你的 唉 这我妹妹的事情解决了 那我妈那边还怎么办呢 不行 这样我要想个办法去 妈 妈 不好了 怎么了 宝江 我妹妹不是被那个欠债的带走了吗 我妹妹 宁死不从 走到半路 跳河自尽了 什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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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呀妈 你又怎么了 宝江 这都怪我 都怪我 把你妹妹也害死了 我今后再也不能打牌了 你说 这一个家 东西都被我卖了 这你妹妹也跳河自尽了 这可怎么办呀 抱歉 妈 知道错了 都怪妈 妈 妈 快起来 妈 你没事吧 没事 妈 女儿 这事都怪妈 你放心 结果 妈再也不打牌了 妈知道错了 妈 我没事 你就放心吧 行了妈 这主意啊 是我出的 我实在是没办法的 你说说你 就知道打牌 赌博 你说打牌有什么好的 咱们家里东西都被你输出去了 你说 以后咱们还怎么过日子呀 抱歉 竹竹啊 竹竹啊 你们放心 妈以后再也不打牌了 妈知道自己错了 妈 你知道就好 以后不要再打牌了 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行了妈 既然你知道错了 以后啊 咱们就好好过日子 我们好好照顾你 行走 咱们回去吧 走